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物,我是老物,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的陆委会的主委邱水正出来表态了,面对中国的压力,啊,台湾永远不投降了,看起来好硬硬吧 但是啊,如果大家结合最近相关于台湾发生的一些新闻,比如说像德国的军舰要穿越台湾海峡,这种新闻大家一起来看的话,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新闻更加有意思的一些点呢 这些新闻看起来在聊台湾,聊台湾陆委会的主委邱水正又说了什么,其实本质上大家要看的是美国,美国在台湾台湾问题上的这个政策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今天还会结合美国议会的那个所谓的中国州的新闻一起来跟大家聊聊,看一看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尤其是相关于日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美国最近的一个变动,那大家看懂了美国的变动 再看美国媒体报道的这种新闻,大家也就知道美国人到底在干嘛 台湾,对不对,然后上餐桌,上菜单,对不对,能够坐到餐桌旁边吗 菜单上的菜,千万别跑啊,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美国媒体是如何报道啊,这个台湾的这个陆委会的这个主委邱水正 然后说的这些话呀,其实啊,这是相关于啊,台湾最近这两天啊,搞了一个所谓的2024啊,台北安,台北安全对话 对不对,其实有点这个东师笑评啊,然后现在北京正在召开的这个香山会议啊 大陆这边在干嘛,台湾最近这一段时间全都是在COVID,对不对 哪怕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我这边也得摆出一个,对不对 我要跟大陆啊,博弈的一个态势,但是啊,台湾背后所依仗的是谁 是美国,对不对 美国这次也派人来了啊,美国这个前啊,驻联合国的大使克拉夫特,对不对 然后访问了这个台湾,跟这个台湾那个陆委会的这个主委邱水正啊 一起参与了这个什么所谓的2024台北安全对话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大家明白吗 什么叫有意思啊,美国人称着台湾要与大陆进行对抗,对不对 看起来那美国在台湾这个问题上这个态度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支持台湾,对不对 跟大陆拼了,对不对 我们得面对啊,这个大陆的威胁,中国的威胁 我们要有所动作,美国人应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 可是在这个新闻当中,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他引述的大量的,全部都是秋锤正的一个讲法 刚才跟大家聊的啊,这个秋锤正称啊 这个,这个面对啊,中国的这个压力啊 台湾永远不投降,对不对 就是啊,这个秋锤正在这一场讲话里面所讲的一个内容啊 为什么跟大家讲啊,美国媒体报道秋锤正的这个讲话啊 报道的特别的全面,对不对 几乎啊,每一句话都得引用上 秋锤正啊,说北京这儿不好,北京那儿不好,对不对 什么军舰过来了啊,飞机也过来了,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们不屈服,对不对 我们永远不投降,等等等等啊 反正总而言之吧 让你那边太坏了,你想要统一我 就是啊,你破坏了台湾的台海的和平稳定啊 你啊,中国大陆,你就是坏蛋 北京政府,你就是坏蛋 秋锤正抢,讲了一大堆这样的话 跟各位讲,看新闻的话 如果只看到这个层级就没意思了 大家可以想另外一个层级 之前老跟大家聊,一些政客政棍啊 没讲什么,少讲什么 故意逃避一些东西,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这个新闻,大家能够看到什么 从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逻辑 这个新闻,美国媒体的报道 竟然没有报道 刚才跟大家讲的,美国派的这个代表 也就美国驻联合国啊 前联合国的这个代表克拉夫特 他讲什么样的内容 没提,一个字都没提 对不对 他提的是什么呢 台湾的看法 你看台湾陆委会的诸委秋锤正说了 要跟中国大陆对抗 永远不投降 美国呢,满意 对不对 美国的媒体啊,把秋锤正讲的这些话 你看秋锤正说了 民进党的秋锤正说了 对不对 中国大陆坏 坏蛋坏蛋坏蛋 对不对 然后的话,给你报道出来 让美国人支持台湾的民进党 做这个所谓的安全对话 做完之后 美国去的代表 他竟然没有任何的评价 新闻里边一个字没提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按照所有写新闻的 这种常识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你不可能 对不对 你不引用一下你美国人的态度 你美国媒体报道这个事情 而且你美国的前任的官员也去了 他说了什么 你应该提一嘴啊 对不对 他是如何支持台湾的 对不对 我们可怜台湾 同情台湾 对不对 我们为台湾加油 你把他讲的话引述一下 一个字都没有 可是呢 他又支持台湾 大家知道美国人到底在干嘛吗 其实讲到这儿 大家就应该可以看得很明白了 美国人态度很明显 就是你台湾别变 什么叫台湾别变 你台湾你千万不要啊 自己贸贸然啊 去跟中国大陆去谈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要跟中国大陆形成一种对抗 然后讲到这儿 可能很多同学想不明白了 这不是一个常识吗 对不对 美国人希望跟 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对抗 那这有什么奇怪呢 奇怪就在后面 后面是什么 那就是你台湾跟大陆进行对抗 你千万对不对 你千万得啊 得一直对抗 对抗到什么时候呢 对抗到我跟大陆 谈完台湾问题之后 你再变 对不对 大家一定得知道这一点呢 美国人要的是什么呢 要的是他先要跟大陆来谈 台湾对不对 你跟大陆对抗 你得从大陆叫 你得叫 对不对 我美国人跟大陆来谈 拿台湾问题 跟大陆博弈一下 博弈出来一个结果之后 如果博弈出来的结果啊 就像王毅宇沙利文谈判的那样 对不对 中国对于美国提的这个要求 你美国人得支持和平统一 美国人接受了这个和平统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台湾这边 那个时候 会变成什么样的 对不对 你自己去想 总而言之吧 美国人现在玩的这首就是 台湾你别先跟大陆来谈 你先跟大陆来谈了 我美国没有筹码了 你台湾是什么 是那个工具 是那个筹码呀 对不对 你是我跟大陆来谈的那个东西啊 我得交换点利益过来呀 大家把这东西看清楚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玩的 把台湾往前去推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赖清德的这个讲法 其实也是一样 他也希望把美国往前面去推 之前赖清德 对不对 在那一次啊 专访当中 也就是提到了 那个所谓的爱回条约的 那个专访里边 也提到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啊 那就是对不对 然后美国啊 与各个盟友都在要跟中国大陆啊 进行对抗 对不对 什么美日韩美日飞 对不对 奥库斯啊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啊 要跟中国大陆去拼 然后的话啊 这个美国 然后中国想要挑战美国的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所以说呢 主要的矛盾是中美 我台湾往后躲一躲 美国人现在玩的是什么呢 你往后躲 你躲不过去 你往前冲 我美国往后躲 从报道新闻的这个这个角度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啊 在结合啊 这个最近发生的一些别的新闻 大家看的应该会更加的一个清楚 比如说像德国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这个事情炒作了 已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了 就海外的媒体拼命的做这个新闻了 对不对 从刚开始 大概两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之前吧 就开始说啊 德国军舰要来了 德国军舰要来了 对不对 最近又在说又在说 一直说到了今天 一直说到了今天呀 对不对 说到今天啊 这个德国军舰肯定要穿越台湾海峡 对不对 肯定得穿越 一定得穿越啊 大概周五啊 周六啊就来了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这个德国军舰要来 我跟各位讲 德国军舰穿不穿越台湾海峡 无所谓 可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情 为什么美国媒体那么在乎 为什么无所谓 因为按照德国现在的这个实力 他又能够怎样呢 对不对 你德国那两艘军舰要穿越台湾海峡 互卫舰 对不对 互卫舰 而且呢 别说德国的军舰了 你美国的阿里伯克机 对不对 你 你跑台湾海峡 你挑事 你就是死路一条 对不对 如果你有点异样的一些动作 不用导弹打 打军舰 对不对 大陆这边的远程火箭炮 覆盖台湾海峡跟玩儿一样 给你炸成鸡粉 给你让你灰飞烟灭 对不对 且不说啊 这个在台湾海峡离大陆那么近 大陆想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你在这个太平洋之上 在大海之上 对不对 美国的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面对055 面对052D 你又能怎样啊 什么意思 美国的阿里伯克级的 这个导弹驱逐舰 上面就是那破战斧 几十年的老战斧 对不对 那导弹你想打谁啊 亚音速巡航 那简直就是开玩笑 亚音速巡航 对不对 然后大陆这边055 052D 主要的导弹 大家都知道 英机21 末端十五马赫 这样的一个速度 你拿什么拦我 我打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你要打我就拿你那破 四十年的老战斧 亚音速巡航的老战斧来打我吗 你开我的玩笑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德国穿越台湾海峡 他又能如何 又能怎样 可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新闻 为什么要做这个新闻 其实也很简单 对不对 我们得支持台湾 台湾那边呢 也希望德国这边 对不对 你支持我 支持我 我给你建了这个台积电 我在德国建了台积电的分厂 对不对 汉堡的厂应该是啊 然后的话啊 我给你建了这个厂 你得支持我啊 德国你的军舰 你穿越台湾海峡一下 就这种支持 什么意思 其实归根阶级的原因也很简单 你台湾得继续的与中国大陆进行内抗 你台湾只要是跟大陆啊 继续的在这博弈 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 其实都可以借着台湾 与大陆来谈 对不对 可是呢 大陆愿不愿意跟你谈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德国肯定是借着台湾 跟大陆谈不着任何的一个东西 美国可以借这个事情 跟大陆来谈 对不对 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博弈 第一条的那个红线 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嘛 对不对 对于美国人而言 台湾往前去冲 然后对于美国是有利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一个无所谓的 德国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好像变成了这个世界最大的事情一样 这就是美国的媒体 想要操作出来的一个东西 可是对不对 大家就会发现美国人在哪呢 就像刚才跟大家聊 丘际正的这个新闻一样 美国人在哪呢 你美国的这个 前联合国的这个代表 克拉夫特不去了吗 他说什么了 你引述一下 看不见 德国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对美国的媒体 特别的兴奋 拼命的造新闻 你美国人呢 美国呢 你美国人在哪呢 怎么德国人往前去冲啊 但是不管是德国还是怎样 对不对 然后主要的矛盾 还是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一个矛盾 对台湾要跟大陆要拼 对不对 这种对抗的这种态势 他得有 美国就可以拿着台湾当那个筹码 跟大陆来交换那个利益嘛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玩的一个东西啊 台湾自愿成为那个筹码 然后更加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美国的政策 刚才跟大家讲啊 就是美国人希望台湾往前去冲 原因其实很简单 你台湾你千万别啊 别变化 对你千万就要一直对抗 这个态度一定得有 但是的话 哪怕你要变的话呀 你别在我美国人啊 美国人之前变 你要先变了 我就没筹码了嘛 对不对 所以对于美国人而言 保证台湾有这种对抗的态势 是最主要的一个东西 可能啊 有一些特别可爱的同学会出来质疑啊 你老五怎么样保证 美国的这个政策 他会变 对不对 你好像说的啊 美国人想要啊 拿着台湾啊 换点利益 美国人就走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台湾得跟大陆进行对抗 对不对 那美国 照你这么说 美国的那太没出息了 那美国人就是想要跟你跟你对抗 美国人就想借着台湾跟你对抗 美国人不会变的 你老五不要瞎说 美国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大家得看清楚 对不对 美国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这个政策 所以开始跟大家聊了一个事情啊 那就是关于啊 这个美国议会的 美国国会的这个台湾 这个中国州啊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新闻啊 最近也在跟大家聊啊 反正昨天这一大堆 一大堆的啊 这个议案 拼命的往外去冒 都是跟中国相关 美国媒体是如何报道 美国国会里边的 中国州的这些议案的 跟大家读一段 大家就明白了 这还是美国媒体的报道啊 美国美国媒体报道称啊 这个议案的内容 横跨香港台湾 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无人机 然后电动车 电池制造 和中国人购买 美国农地等众多领域 这就是啊 这个中国州里边 然后美国国会里边 通过的一些 相关于中国的一些议案 关于一些议题吧 然后呢 总之吧 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什么感受 再给大家赌一点啊 赌一点重点啊 然后呢 议案内容横跨香港台湾 台湾是什么 中国州里边的议题 其实很 这个答案很简单 美国 美国政府的政策 就是一中政策 到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而且在加强 你哪怕做一个态度上的展示 对不对 我这个这个 我这个美国国会里边的这个议案 相关于中国这个议案 啊 我这个中国州的啊 这里边相关于中国的议案 我不讨论台湾 对对 我换另外一个时间讨论 你看我厉不厉害 你做一个态度上的改变 他都不做呀 对不对 美国国会啊 中国州啊 讨论中国啊 跟中国拼命的议案了啊 台湾在里边 在美国人眼里 台湾是台湾问题 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一个中国的问题 再清楚不过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之前就跟大家聊 台湾问题对于美国来说 是什么 那不就是那个工具吗 那不就是那个筹码吗 换利益的那个东西吗 对不对 你让美国人替台湾踩红线 他怎么可能 台湾值几个钱 对于美国人而言 台湾现在最有价值的就是台积电 对不对 美国人想要这个台积电 民进党赖清德还不给 美国人恨恨赖清德 那真的是恨得牙都咬碎啊 对不对 我要台积电 台积电是拿着我美国人的技术 养出来的 我美国给你有万外包 让你台湾把台积电 养的肥肥的 我美国人出钱 出技术 出市场 养肥的这个台积电 我跟你要 你不给 对不对 你说美国人是如何看着台湾岛 所以说呢 美国人现在也是非常的一个清楚啊 台湾问题 对不对 我能够换回来点东西 我就换点东西 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中政策 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哪怕反华 反华的议案 我给你提一大堆 一中政策 不会变 对不对 而且就 就是我一主以来跟大家讲的 那个沙利文 与王毅之间的会谈 对不对 王毅提到了一句 美国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沙利文反对了吗 所以说 美国人的这个想法 一目了然 到底在干嘛 一中政策绝对不会变 啊 关于美国要支持和平统一 美国不反对 他到底想干嘛呢 那为什么台湾问题 现在你看起来美国 还弄着一点什么三流八流的政客 什么所谓的前任的联合国的代表 对不对 什么黑力啊 包含刚才跟大家聊的这个克拉夫特 往这个台湾去跑 在美国根本就不入流的这种政客 对不对 然后推着台湾 你跟大陆拼 对 你喊 喊硬话 对对 我美国支持你 你看我 我代表美国 我来了 对不对 我黑力 我克拉夫特 我来了 我支持台湾 你去跟大陆叫板 台湾这边叫板 美国就放心了 不然的话你台湾自己去谈了 那我美国赚什么呀 什么都赚不着 这就是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未来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观察一下 美国最近的这个政策 他有一些变化 有些微妙的一个变化 什么叫变化 那就跟以前不一样吧 以前美国的这个政策是什么样的 归根结底 很简单 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对不对 这是美国啊 原来坚定的要围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可是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呢 对于美国而言 这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有几个关键的点 韩国 日本 台湾岛 包含菲律宾 对不对 这是几 包含再往南吧 这个这个澳大利亚 这是一系列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 美国人如果坚守 像以前一样坚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那美国的这个政策 那就是我要跟我的盟友一起 与中国 与中国大陆啊 进行对抗 可是美国现在这个政策变成什么呢 台湾先不说 最开始跟大家聊了 聊日本 关于啊 最近啊 中俄的这个联合的这个军演 同样还是美国媒体 他如何报道呢 啊 对不对 然后中中俄的啊 这个联合的军演 剑指日本啊 就是针对日本了 可是这个新闻里边 这个新闻的这个里边 明明写了很多啊 什么要突破封锁 突破岛链 对不对 而且啊 有可能会影响到什么白领海峡 靠近美国的一些啊 地方 对不对 会威胁到美国突破岛链 不就直直美国了吗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总而言之吧 那但是 美国的这个媒体 他报道 他就是讲 针对日本 跟我美国无关 哪怕中俄的联合的军演 可以突破岛链的封锁 对不对 直直直直美国 可是美国的媒体说 跟我美国无关 对不对 讲的就是 这是日本的问题 这是日本的问题 让中日在这片区域啊 这个矛盾啊 加大 对不对 日本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差 然后总而言之吧 日本你要考虑如何来应对中国 美国的媒体为什么使用这种方式来报道这种新闻 其实还是一样 把美国人给啊 给饶出去了 美国往往后让了让 对不对 美国往后退了退 然后日本的问题 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明明是美国人要维护的 围堵中国的一个政策 结果呢 现在变成了什么呢 日本往前冲 台湾这边呢 同样也是如此啊 你跟中国大陆叫板 你跟中国大陆叫板 你们往前冲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的一个政策 美国不与中国直接对抗 而且美国在往回缩 不仅台湾这边守不住 日本也守不住 美国啊 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往关岛去撤 然后呢 然后留下一些所谓的滨海战斗团 防守的一个态势 美国的战略收缩再清楚不过了 可是啊 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愿意战略收缩吗 当然不愿意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愿意战略收缩 对不对 我吃亏了 对不对 我吃亏了 但是大家想想 你战略收缩的时候 对于你来说 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最应该做的是 对不对 减少自己的一个损失 或者增加自己的一个利益 那在战略收缩的时候 如何减少自己的一个损失啊 这个答案一目了然 那就是 对不对 然后我走 我走之前呢 我得先把你卖了呀 你能卖多少钱 算多少钱呢 对不对 台湾就是那个啊 我美国反正都是战略收缩了 我往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去走了 台湾这边我是绝对保不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我又希望你台湾跟中国大陆进行对抗 对你喊的声音越大 你叫板叫的声量越大 你你弄出来的事越大 对不对 这个台湾问题啊 那就越大的一个事 那我跟大陆来谈 那那这个筹码就足够的大 对不对 那我没准能够多换两块钱 对不对 没准能够多换两块钱 我跟大陆能够多要两块算两块 对不对 你战略收缩的时候 你也会这么干 对不对 不然的话怎么着啊 我走我一分钱都不赚我就走了 我就认认吃亏 我就吃憋了 我走了 当然不可能 我走之前 我该卖的卖 对不对 该把那个带不走的我卖了 然后的话 那个能换点 能换 能卖俩泼烂换点钱就换点钱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 还看不清吗 那台湾的未来会怎样呢 你就当那个菜单里边的菜就得了嘛 自己不找那条活路 那你就进菜单 对不对 以为自己很重要 以为自己很聪明 跟美国人斗来斗去 美国人现在拿你玩呢 美国人现在这个态度都玩明了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不走那条活路 那你就乖乖的上美国的菜单 这道菜买20块钱 对不对 美国没准会便宜点卖 今天打折18就卖了 对不对 18块钱 买这道菜 你进菜单吧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未来 大家等着看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